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回到文斗環節 身邊嘉賓都繼續有我們的分析員 譚志樂在這裡 安來 你好 事不宜遲 繼續接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接通了第一位又楊小姐 早安 早安 姊小姐 你好 你好 安來 你好 安來 你好 我持有地鐵已經很久了 現在這個消息 我值不值得繼續持有呢 本身自己住什麼價位 很久了 我是抽回來的 好 見到港鐵 現時股價正在36.6 升近2% 高鐵方面的造價 雖然說已經超出了之前的預算 但既然這次有個封頂 兼牌特別息 家庭觀眾買了 已經有貨在手 應該怎樣做 我覺得你說拿了這麼久了 現階段 你說探討值不值得繼續去拿著 都好看回你的投資取向 因為你說港鐵 你說如果拿了這麼久 其實最主要目的 除了看回公司的資產增值 即是說業務的發展之外 很多時候 港鐵都是一隻始終很穩健的 派息的股份 都用來收息 長見來說都沒什麼問題 今次的消息上 公司當然焦點會去派特別息 但我覺得這些利好因素上 現階段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甚至今次的消息 最終能否落成 仍然有個很大的變數 包括公司今次都說到 未來派不派特別息 都很取決於 未來今次公司提議這個方案 能否在立法會能夠通過 所以未來來說 變數是很大的 但我覺得你說拿了這麼久 這些位置 我覺得港鐵值不值得繼續去拿 其實對於港鐵這間公司 我相信 看回股價的表現 這年來講都升得不少 其實高鐵本身很多的負面因素 其實都反映在上面 一直以來市場都擔心 高鐵超支 港鐵最終會不會為高鐵 需要承擔 需要相關的責任 現階段這個消息層面 其實我覺得對於港鐵公司 都是一件好事 第一方面 股東能夠受惠 能夠派到特別息 第二方面 公司派到特別息之後 當然對於財務狀況 會造成一個負面影響 但是港鐵現階段 財務狀況仍然是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後四個 不排除股價 其實仍然有潛在升幅 試試40元這些位置 都有可能 再加上 你說看股價表現 之前高見40元這些位置 調整下來 最主要反映 一種的公用股 始終講美國加息 有負面影響 很多壞消息或負面因素 在這輪調整上面 已經反映了 現階段港鐵 不計特別息 預期回未來來說 息率仍然能夠維持3厘 左右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吸引的 所以我會建議 不妨繼續中長線 繼續持續 給點耐性 楊小姐可不可以 剛才我錯過了 評寶 我想問一下 我有一柱貨 但柱位入了 請問我可不可以再溝 還是 現在保險股值不值得買 好 評寶現在這一刻 升上超過2% 最新佈43.45元 嘉蘭觀眾已經有貨在手 想溝我 現時是否好的水位 正如之前所說的 同樣地買這些 特別成份股 可能你有時候都看回 買這些股份 也好看回投資心態 如果這些位置 做個中長線投資 繼續不斷持續 我覺得風險 仍然是會有的 未必說會太過建議 但之前說 你說評寶 短炒來說 我覺得可以 因為短期來說 A股可能都有機會 做好一點點 始終說之前市場擔心 可能人民幣會不會 立入SDL 很多不明朗因素 或者很多 uncertainty 都會現階段 都消除了 所以短期來說 可能有機會 一眾的中資金融股 能夠做好一點點 短期後市來說 從技術走勢 短炒這些位置 沒問題 我覺得43元 43.5元 這些位置 都可以買入 以42元這些位置 做止洩位 不穿42元 短期來說 第一個阻力位 會看45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夠突破 私房配合 短期後市目標 我覺得 都有機會 47元48元這些位置 希望可以幫到你 楊小姐 可以嗎 可以 多謝恩愛 多謝兩位 多謝你的電話查箱 下次再見 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早安 早安 我想問有兩隻股票 還有一隻新股 那隻新股 那隻新股是今日自331 那隻 因為上次我問過你 你下一次答 下次我打不到給你 那隻是封城 是不是封城 是封城 是封城 是封城機殿 是呀 那隻12點字 抽不抽得過 沒有抽 沒有什麼人抽 好 另外兩隻是什麼股份 先說完 九零二和三九六八 我想問 12月這段時間 好不要入這兩隻 我想你幫我提到 入不入市價 因為我聽見 如果 即有人說 如果市場 應該是12月 但如果不彈 它就會紅市三奇里 如果現在才入貨 當然不怕 我想問 好 先說一隻新股 331 我是ufl.com來說 截止 今晚 Verfügung 一 tür說什麼 拜託 我們聽一下 這隻公司的孖展認購 plum chocolate 似乎 Were you 本來也不理睬 多一般 我始終覺得 未來特別是連國產品 其實市房比較牛皮 甚至後市都擔心仍然有調整 如果市房比較差 這些小型股份 能不能引起炒風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公司有超購的狀況 也不算太差 最終都會以中上的價錢定價 如果最終用回中上的價錢定價 上網空間炒空間未必太大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其實如果還未抽的話 我建議不需要特意趕著入尾飛 始終我覺得新股現階段 表現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我覺得直播率也不是太吸引 好 接著說另外兩隻股份 都是想買的 其中一隻就是902 看到華能國電現時這一刻 整個板塊都跟隨著整個板塊做好 現在升幅4%左右 最新報在7.05元 首先我看到早前來說 六大電改的配套文件都出爐 都是加快相關電力市場方面的交易體系 以及加快一些建設 能不能夠幫助到這個板塊做好 始終都是指導性的文件 其實配套會不會何時才會有呢 令到這個板塊繼續炒作呢 近期電力股有個反彈 最主要是衝擊一些電改的相關措施 但其實電力股 我覺得這些位置真是個直播率 不是太吸引的 始終未來來說 其實煤炭價格這麼疲弱 特別講現時市場都經常講到焦點 都去推動煤電聯動這些相關的因素 其實最重要就是電力的價格 未來都可能有機會 再有最一步下調的空間 最主要 始終內地整個製造業是疲弱的 為了要刺激經濟 不排除真的要犧牲這些電力股 未來的火電價格都可能會進一步下調 進一步下調 當然對於這種電力股來說 會有負面影響在這裏 所以就算有電改這些相關的利好因素都好 隨著未來的火電價格都仍然有機會下調 而另一個方面就是 一種電力股的負債水平都仍然相對比較高 很多的負面因素都在這裏 所以就算近期來說 跌得相對比較多都好 這些位置我覺得就算未來的市況 未必太過差都好 我覺得直播率都不是太過吸引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短期來說 反彈到可能7.2、10天線這些位置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在這裏 一日未升穿10天線7.2這些位置之前 我擔心股價仍然有機會再向下沉低位 好 另一隻招行 3968 現時股價升超過1% 做18.48 雖然說之前的入績做得好 但是蓮花被大行高手 亦是勸買出的 主要因此太貴了 假寧觀眾想去買 12月來雞 這隻股份又會不會做好呢 我覺得一種的中資金融股 特別是一些來人股 這些位置都開始有一個直播率在 或者有一個反彈空間在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妨可以買入 但是都最好 佈一個中短線的炒作心態在 如果你是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這些位置可以買的 看到股價昨天低見 但是接近18元這些位置 開始有一個反彈在 我會建議這些位置 18.5這些位置買 以之前的低位 大概是9月尾的低位 17.4這些位置做止洩位 不穿17.4 可以繼續中短線持有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短期後市 反彈目標這些位置買了 可以先看大約20元這些位置 好了 最後嘉靈觀眾說到市況方面的問題 問到如果12月不升的話 是不是接下來就是熊市又來呢 如果現時去到買Ford 又會不會危險 我覺得其實現時的市況 真的表現比較牛皮 但是你說後市 會不會有一個很明確去向 我覺得未必 始終第一方面留意 但是近這一兩個月來 交投是非常淡靜 始終說了 要觀望的因素是非常之多 包括12月中 究竟美國會不會去加息 很多未知之數在 如果你說最終見到 12月中 美國真的未必進行加息的話 五拍序股市 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空間在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市況只是表現比較牛皮 現階段 恆指甚至都未跌穿22000點這些位置 所以暫時從圖表走勢 其實恆指只是一個橫行拉鞠的格局 看回保力加通道 都是在通道上上落代變的 暫時來說 短期後市會徘徊在22000點 至22500點這些位置 當然你會留意 如果短期後市來說 能夠升穿22500點這些位置 我覺得後市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空間 所以你說紅衣服 是否會來思考 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言之上早的 清晰了 謝謝你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分 或者股市指數的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再一陣轉回來 繼續有即時攻略的環節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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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姐可以 謝謝你 謝謝你 幹事